大家好,今天的新闻是 安倍,日本一之一冷静方式处理钓鱼岛问题二 记者注意到,在短短几分钟的见面会中 奥巴马只字为提钓鱼岛问题,甚至为提中国二字 而在只有一对一两次提问机会的情况下 代表美方提问的美国记者却向奥巴马问起了美国国内问题 不过,奥巴马在开场白中重申日本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 美日同盟是美国区域安全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行动的核心基础 他向安倍保证,你可以放心,在你的整个首相任期中 你在美国将有一个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两人还向记者透露,他们在会面中还讨论了朝鲜进行核试验的问题 奥巴马表达了美日将以强硬行动作出回应的决心 安倍晋三也表示,我们不能容忍朝鲜发射导弹并进行核试验的行动 我们同意将进行合作,以坚定的态度对朝鲜 奥巴马与安倍会晤后,双方发表了一份有关日本参与TPP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 表示两国将继续就日本有意加入TPP的问题进行双边协商 再见